各位市政府正出前瞻基礎建設補助 幾位設定自信工廠各位 將改善微信路以及中山路人形環境 整頓到房間店頭前公廠 應在設施以及停車廠的動作 同時為了營運極端氣候 正式800檔的地下獨水設施 各位市長安免費5號主持黨討電力 工廠預計購入1.09年的8月31號完工 工廠市政府會給中央前瞻計劃 城鎮之心工廠經費補助 在7日放休充頭前搭著步行散策 樂火水岸工廠 總經費1月6千萬 以海綿城市的概念 建設可以限水800檔的集水白水系統 臺民有花操場 減起地的觀光路有的光臨 儘管合有六四十萬人醫生 要讓市民俄UK在這裏有限散步 5號優工廠市長安免費親主主持 黨討電力一定每年8月份可以完工 所以我們要拜託大家 在這個工程期間請大家一起來配合 如果明年8月底我們完成之後 會有患然一新不一樣的一個工程 希望讓人更好走 車更安全 還有很重要的 我們有更好的景觀跟遊樂設施給大家 提供給大家 讓我們整個嘉義公園跟棒球場 能夠有一個更好的一個遊樂設備 那我們一起希望大家能夠多包含 包容這一個交通的黑暗期 那在這一段期間我們共同來期望 同時我們也祈求能夠在工程過程 人員平安而且工程順利 大家一起來努力 這次的工程也仲間對著中山路 向維新路進行進行到的 換新和特款 打開公民路北漢 先為25米看的進行行到 中央合作沒有障礙不合得 讓棒球場聽車到公民路 不用再洗路 這車竟然有優先行進 可能會有人一直在想 中山路這地方不是本來就有人行道嗎 那我想人行道就是一個城市 文明最重要的指標 當我們把人行空間還給所有的大眾 所以進到嘉義市 這是一個適合漫遊 優游的美麗城市 所以我們把人潮帶進來了 很多人能夠願意一來再來 人潮進來就有商機 就是前潮 我們希望讓大家能夠有更好的 共同來拼經濟 拼光光 有更多人會愛上嘉義市 為了要讓江義市更漂亮 在港廳期間如果有不方便的地方 江義市政府也請民眾可以留意 同時 公共民眾如果近過一段時間 開業要請請十百合班 注意自己的安全 江義市政府也有 正在做好交通為何的工作 可不然港廳可以如節如期完成 最新新聞就聽說 翁秀斯安 剛義市 蔡博德